第一,大家清楚染到小麥的危險食,重量割掉 代替粉,例如用大米、蕎麦粉、泥粉、野米等代替粉 或者用粗糧、番薯、薯仔等,跟著籬代替 好了,這句寫得很好,牛奶是白色毒藥 這篇文章,你不要看我的頻道,在WhatsApp看過 在美國新世紀,有一個飲食一般書 藥漢羅根斯的資料,發覺很特別 總之發覺不質疏風症的國家,全是最先重的國家 喝奶最多的國家,喝奶越多的人 反而不質疏風症就越明顯 喝奶國家越少的人,反而不質疏風症就越少 有個流畢 好了,大家看看這個數字 看過美國新世紀,越高的人就說 骨質疏風症就越多,全是先重的國家 不是說奶可以幫到看,但數據又很真實 原本在亞洲區中國,骨質疏風症也不太多 但近十年都多了,為甚麼呢? 開始喝奶,複樹了,無奶不歡 他又做一個實驗,有位學者 愛丁寶的藥漢康武生 他找一個媽生的小牛做一個實驗 如果餵一個鮮奶,即牛仔拿出來的鮮奶 餵一個牛,他會很健康成長 但如果餵鮮奶,甚麼鮮奶,即製成品 給那隻牛吃,六十天之內會死亡 這個測試,重複做多次都是一項結果 另一位學者,叫做雷雲德佛朗西斯 在《健康學習健康》中又說過 他用生牛奶餵一個牛,是很健康的 但用加熱了殺菌的牛奶,餵一個牛 在八個星期之內就會死掉 這個數據是外國的,我看得到的 又是一個幻師 但他現在喝牛奶,你不會喝到生牛奶 沒甚麼可能,他已經消毒了 那又發生甚麼事呢? 好,發生事就是這裏 這裏我認了 其實在我的群組講過很多次 你聽不到 再說之中,這裏還有沒有人 不要怕被人笑 你有沒有喝奶?奶粉也是 你有沒有?沒有 那麼乾淨你們 真的很乾淨 為什麼呢? 那嬰兒喝奶嗎? 人奶呢? 人奶呢? 人奶呢沒有東西的 人奶呢? 是啊,那未必喝人奶呢? 未必喝人奶呢? 一定發生事的 我們傳統以前 你知濕親了兩個字 我們七十年代 我們都沒有聽過濕親兩個字 八十年代都沒有聽 開始八十年代 開始八十年代 到九十年代 都可以有濕親兩個字出現 因為那時候開始有餵奶粉 經濟故事 我們就明白 好了 牛奶發生什麼事呢? 牛奶的蛋白質呢 是二十年代的三倍 有幾樣東西 一個嬰兒子一出生 和一隻牛一出生 它兩個故事是不同的 嬰兒子一出生 它最先發育在哪個地方? 答案有著 是不是有著? 好,女男 四肢 要找誰? 嬰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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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嬰兒子一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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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最先發育在哪個地方? 握手 手 我這樣說 握手 握手 不是,握手 老婆 老婆 哎呀,沒錯 哎呀,握手 她握手了 我握手了 老婆,沒錯 所以人蠻最多的是乳糖 又不會做錯事 這個是性物飲 對於苦方的病人血 預視之後喝的挺好的 好 好了,一隻牛一出生 它犯了哪個胃? 又有一個 這個 這個不好 我講了 已經講了 四肢 肌肉 好了 為什麼兩個物種有不同的方向? 一個嬰兒子出生的時候 人類我們是萬物之靈 我們的達老中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它發展了達老 所以是乳糖 一隻牛在戶外 如果出生就要起床 為什麼? 牠要生存 牠要逃跑野外的動物 牠要生存 所以牠的發育是四肢 每種物種 給牠的營養成分 又為了牠的生存環境 而背後 人要發展到 所以媽咪的奶質 是最多乳糖 而牛 給牠發展肌肉 最多的蛋白質 還有一種叫做 落蛋白 幾個人 落蛋白 落蛋白就是令肌肉 不斷地分裂 所以牛 有四個胃 因為落蛋白很難消化 所以牠要四個胃 不斷地反覆消化 落蛋白 所以如果一個小朋友 成長的時候 你不是餵人奶 你餵牛奶 你餵鮮奶 你會發生什麼事? 牠很快會長大 因為是落蛋白 但是同時間 這個小朋友 要種了禍金給牠 要不然會有濕產 好了 先說 牛奶的蛋白 就是以落蛋白為主 所以我們是消化到落蛋白的 落蛋白 你消化不到 但又是免疫反噬 你應該會產生異形糖尿病 這麼巧不得已 原來法國人 有很多異形糖尿病患者 他發覺在胰臟那裡 很多棒球在攻擊胰臟 西醫研究到這就算了 但是 現在我們理論的 不是我們來的 西醫學者說話 原來 落蛋白就是致胰老素細胞 那你棒球 就追殺落蛋白 消化不到 就當地人 所以他殺錯良文 就攻擊胰臟 所以現在很多老人家 不應該再喝奶 你和糖尿病的風險 就高很多 除非你的胃酸能力 很強很強 難過將落蛋白 破解 但老人家脾胃胃是差的 你知道嗎 所以一見過故事 就有法做了 好了 缺乏這些 一系列的 原本人奶有的物質 牛奶也有的 如果你的鮮奶 就是添加下去 它不是天然因素 就是添加這些 它的分支點 和你的法律結構 和我們天然的人 是兩回事 那些 好了 牛奶最少有25種 二蛋白 就是這些 令你難消化的東西 牛奶之中 有酸素含量 是很高的 好了 如果牛奶 發生什麼問題 以前60年代 70年代的牛奶 其實是每日分泌10公升的 現在牛奶一日分泌多少公升 你看看這包 它是機器 不是牛的機器 是100 喂 它怎麼會分泌 明日10 它叫100 它怎麼做 打一下自己做 還有一個原因 要奶汁 心理效應是怎樣 要懷孕 因為它不斷懷孕 它在這裏 我生了一首歌 那裏還不是收機 那裏還不是正常子宮 它又真的和它做一個人工仇人 不斷懷孕 現在你人工養殖的一隻牛牛 平衡的壽命是多少 我說天然 天然養殖的方法是25年 至27年 現在你人工仇人這隻幾年 五年至六年左右 就死了 不斷在那裡 在透支它的生命 所以現在你看看 那些百公升怎麼來 就要打吹雨數 吹激數 令它受孕 還有經驗 因為長期有發炎 你令它分了那麼多 以後會發炎 打抗生素下去 所以現在你認識 有飲奶的人 你看到有抗生素 你有飲奶的人 你身體有癡激素 你身體有什麼 有飲頭奶的人 有一個IGF-1 這個 這個細胞分裂素 是脂癡物質 好 其實最危險 就是ICF-1 這個 T2 牛奶也有 牛奶也有 但很少量 這是令肌肉分裂 生長一個很好的生酒 鱷魚王 但現在它怎樣 牛奶很乞 牛的乞熱 注射下去 讓它分裂得快 奶汁 讓它快些成長 證實了 這是令西方不斷分裂的 那產生什麼後應呢 即是會特別 而且人會太陽越老 為什麼 你分裂太快 你身體是快 會太陽越老 所以證實了 IGF-1 是有一塊乳癌 攝護鮮癌 這個台灣叫做 其實就是前肌鮮癌 直腸癌 它快速成長 所以你喝奶 其實你是在找自己 反而奶粉 鮮奶就是 好了 後天因素 我不說奶的 鮮天因素 而後天因素 現在奶 其實就算你說 哎 陳先生 現在我喝奶的 可能沒有那些康毛 就算現在你說 喝那些有奶粉 不說 鮮奶說 有機 不說 但他用了這個師傅方法 都有問題 班斯德師傅方法 就是一般的鮮奶做法 喝幾天的 攝攝75度 誰是班斯德這個壞人 我真的不說 班斯德是一百年前的西醫 我們原本的西醫學 原本的西醫是一個自然療法 他用一個對策 我們送性療法 是一個高血壓 我們不是說對抗性的 就是我們高血壓 或者我們用一個方法 慢慢調節去 醫治的根本 班斯德出現 用對抗療法 我們高血壓 就是醫治的數字 你說 比如西方病毒 我用抗生病毒 即是鄉治先在八年前 現在答案就是 這個是源頭 他會發明這個 叫巴斯德消毒方法 他用75度的高溫 來燒煙 在奶煞煙 10秒 超高溫消毒方法 就是合裝奶 可以喝半至幾個月 用120度的高溫 1至2秒 這兩個消毒方法 發生了一個問題 牛奶就死了 小牛 牛BB 喝牛奶就死了 因為蛋白痴分子 給你的高溫消毒 它破壞了一個分子結構 變成一個前結束 它不是一個正常蛋白質 你只是喝了一個形狀 你變成一個分子 是破壞了 你消化不了的 所以死亡就是 它營養不容易死亡的 所以你喝牛奶 喝了什麼 喝了荷爾蒙抗生素 喝了屍體的物質 這就放了屍體 一個奶 其實很多屍體 很多屍體 甚至乎有燈奶 有殺虹痴 有惡精在 驗不到 他們的治療問題 大家明白 所以這本圖 其實有一個寓意 就是一個警示 人類也好 萬物也好 寶寶仔 就喝自己媽媽的奶 那個物種 羊就喝羊奶 牛就喝牛奶 老鼠也喝老鼠也喝牛奶 人類也喝牛奶 看過都是人類 很奇怪 走去喝次能動物的奶汁 我們人不喝牛奶 走去喝牛奶 是人類才有愚蠢行為 這本圖其實是很好的 香港人看過 追求牛奶 是被那些廣告 催眠到你們 寫散到 好 好了 在840年8月 美國醫學集中 就是這個學者 有一個表達 他說人類發覺 人類吃素的人 他說 骨質疏鬆症的風險 更低於吃肉的人 就是這個警示 就是說 不要嚇人追求牛奶 或者肉 是因為骨質疼症 人類吃素的效果 反而他流失的量 是比吃肉的人 是少了